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蔡振詠 受到潮濕的海洋氣候影響 原來我們今天仍然都是潮濕有霧 和在兩陣的微雨 下午我們都可以見一些陽光 一起看看外面最新的氣溫 今早早的氣溫 都是介乎在19至21度 由維港貿出去 仍然能見度比較低 今早早沿岸是有霧的 華蘭島的能見度曾經下降到100米左右 而大範圍的衛星紋路上 我們可以見到一度雲帶正覆蓋著華蘭架 而我們今天早早的天色 都是以大智多雲為主 但要留意的是當日間氣溫上升 雲層會轉薄 下午我們有機會見一些陽光 一起看看今日最新的天氣預測 是大智多雲 一早一晚會有霧和一兩陣的微雨 下午部份時間會有陽光 最高氣溫會上升到23度 吹微風 而至於展望方面 預料明天仍然潮濕有舞 日間是溫暖的 星期六風勢會較大 而下星期初仍然潮濕 大家要留意了 預料一度冷風會在下星期的中期橫過廣東沿岸 受到隨後的東北掛有風影響 預料農曆新年假期前 我們的氣溫將會顯著下降 去到年三十下個星期五 最低氣溫只有11度而已 大家要提前做好準備 好了 今早早的天氣就講到這裏 再見